我是过了30岁以后 突然有一天告诉自己 好像应该有孩子了 当我知道我自己怀孕的时候 我非常的兴奋 非常的高兴 也有点担心 开始担心自己的 肚子里的胎儿 会不会健康的发育成熟 会不会顺利的变成小宝宝 在我的怀孕的过程中 我觉得担心和忧虑 还是有一定的 占了一定的比重 然后还有就是很高兴 高兴的情绪和担心和忧虑交织在一起 是一种很复杂的情感 怀孕的时候 有的时候当宝宝有第一次胎动和胎心的时候 非常的激动 非常的高兴 用手抚摸着自己的肚子 然后感觉宝宝在里面跟自己交流 那种一种感觉是没办法形容的 身体上的感觉就是负担变重了 然后体态也比较笨重 然后特别是脚和下肢会有水肿的情况产生 当时也是非常的痛苦 但是呢想到自己的肚子里面有两个宝宝有两个新的生命 觉得任何痛苦都是值得的 分娩的时候呢 因为我的这个健康状态包括胎儿的状态呢 不适合那个自然分娩 所以当时我的主治医生呢 让我为我选择了抛肤产 抛肤产手术来作为分娩的方式 虽然心里面呢 对这个自然分娩和顺产呢 有一定的期待 但是还是听从了医生的建议吧 最后还是采取了抛肤产的手术来进行分娩 然后当时躺在手术台上 非常的也非常的紧张和期待吧 几个方我的宝宝诞生以后吧 然后身体恢复一点了 我们家里面人就采取了中国最传统的方式 就是聚餐 把亲朋好友知道跟你关系比较好的 同事们啊朋友们家人们亲戚们 聚在一起采取聚餐的方式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满月酒 然后一起庆祝这两个新生命的诞生 然后我自己呢也带着宝宝去拍了纪念照 包括跟我的合影 跟他外公外婆和爷爷奶奶的合影 来纪念我们的宝宝的诞生 家里面人的安慰啊宽解啊 包括对我生活起居上的照顾 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特别是我怀孕后期 因为是当时B超的结果是双胞胎 然后肚子比较大 行动不便 我的母亲啊上下 像我还是必须要上下班的嘛 然后我的母亲啊就成了专职司机 接送接送我上班下班 然后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们确实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也让我到最后的话 能够保持一颗 良好的心态和那个比较好的身体状态去迎接做一个妈妈的那个内科的到来吧 怀孕的那个大概两三个月期间我都没有请保姆 都是我一个都是家里面人的家里人在照顾我和孩子 所以我觉得家庭对我的支持包括我生了孩子以后的话是非常的大 身体上的饮食上的调节啊 包括照顾宝宝的生活起居啊 我觉得应该来说家庭在我生了小孩之后起的作用是最大的 在我的生活中在我的社会群落当中 我觉得父亲应该是一个稳重 更加细心稳重和不苟言笑的一个角色 因为父亲的责任和母亲的责任相比的话 更加的怎么说更加的艰辛吧 他们需要承担更大的经济 家庭的更大的经济责任 以及这个家庭社会责任 所以我觉得一个父亲特别是宝宝 我觉得一个好的父亲应该是有一定的事业和经济基础 也愿意为这个家庭这个孩子负责 然后呢会通过自己的力量去为家庭和为孩子创造更好的环境 并且在尽可能的情况下呢 能够多抽出时间来陪孩子 成为这个孩子生活成长过程当中的一座大山吧 我觉得他对家庭最大的贡献应该是除了一个理想的父亲 应该是除了经济上有一定的贡献以外 还应该承担起一个家庭的怎么说核心的一个人物吧 就是用我们中国的话说 大事做主小事不管的一种父亲 应该是最理想的父亲吧 她觉得她给我的最有力 我的母亲给我最有力量的建议是 在我决定是否要孩子的时候 她说你该要一个小孩吗 我觉得这句话对我来说是触动最大的 也是最后下定 也是最后让我下定决心要一个孩子的一个关键因素吧 我和我的母亲来说的话 她是一个典型的 在她的那个时代是一个典型的职业女性 所以我从小是被我的外祖母带大的 我觉得跟她们之间唯一相同的地方呢 都是除了带孩子照顾家庭之外 我和我母亲一样都有一份事业比较稳定 也会让我们引以为傲的一个事业在那 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我们俩是相同的 但是在照顾小孩这上面 这个方面呢 我觉得我们这一代的付出来说的话 跟她的付出来讲的话 应该是差不多 但是跟我祖母 外祖母那一代付出的就不一样了 我的那个外祖母和祖母是以孩子为中心 家庭为中心的 而我跟我母亲来讲的话 慢慢的我们是以 就是也是在尽力的做好一个家庭和事业的平衡吧 在这一点上 我跟她是跟我的母亲是一致的 我觉得在我们的社会当中 对于母亲来讲的话 要求应该说还是比较高的 除了那个就是 就是为人政治有一定经济基础 然后性格好之外的话 可能对这个各方面的要求都很高 我觉得我尽力做吧 但是目前还没有达到这个标准 我也在尽力的做 因为工作的繁忙和工作中的一些不好的情绪 和不能够带回家庭 而家庭中的一些压力也不能带到工作里 所以我觉得任何一个能够做到相互平衡的妈妈 都是不简单的妈妈 我觉得在我们的社会当中 大家都是非常尊重母亲这一个职业也好 一个角色也好 但是呢 在很多情况下呢 我们社会对母亲的理解呢 还稍微有点缺乏 特别是在就是社会竞争中和工作环境当中 虽然知道你是一个母亲 但是在其他方面 她不会以一个特别的标准去要求一个母亲 还是跟其他人一样要处于一个社会竞争的一个 一个同一起跑线上吧 所以我觉得这个社会上来说 尊重母亲是能够做到的 但是真的能给母亲什么特殊的待遇是没有的 我觉得一个好的妈妈的话 在应该是一个在孩子面前的天使吧 应该这么说 对孩子温柔体贴 但是在他在纠正他一些行为的时候呢 又要作为一个像一个严厉的老师一样 去纠正他生活习惯当中的一些不好的地方 妈妈的话除了这除了做到这一点呢 还必须一个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地位 这样才能让你的孩子更加的尊敬你 也对他今后的教育会有很大的帮助 会让我更有进取心了 做了妈妈以后 我觉得我比以前更有进取心 更希望能够在这个 不管是自己的工作也好 生活上也好 有一定的追求 觉得除了自己的梦想以外 还应该为孩子提供一个好的环境 所以会更加的努力吧 我觉得最需要力量的时候 就是当我在工作上 或者生活上遇到很大的困难 当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力量克服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非常非常需要力量和帮助 还有支持 但是呢 每当遇到这种时刻的时候呢 我就会翻出自己宝宝的照片看一下 想象一下他们笑的样子 想象一下他们玩的样子 就会觉得信心倍增 力量倍增 然后会再去想一些 再去竞技自己的权利吧 去解决自己面对的困难 我觉得这个 这时刻 宝宝给我的支持和帮助 特别是信念上的帮助是最大的 这一段时间 感谢观看